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來看看幾款抄襲IP的遊戲 到底又想怎麼搞事 第一款 熱血冒險3D 強者之路 該遊戲在中國叫做六道輪迴 火影益智 開發商是中國的藍海時空 但該公司已經註銷了多年 沒什麼可以挖的部分 而代理商如果依照目前Google的上架資料 應該是由玩動網路負責 該公司是中國手續遊戲的子公司 相關介紹可參考之前的神領師商的影片 這邊就不過多介紹了 基本上這種TAP跟B站上都沒有上架 只能在廣告中游走的遊戲 100%都不可能是正版的 整體玩法跟結構跟之前盜版的 材質王類似 都是把其他遊戲的模組力會縫合進去 戰鬥畫面看上去做的有模有樣 用來糊糊小學生確實足夠了 官方還在遊戲公告幫自己澄清 內容的白話文就是不會捲款跑路 你就是個盜版遊戲 隨時被舉報下架不是很正常嗎 當山賊還指望有天洗白變正義人 別整天幻想自己有天成為騰訊 而另一款最近FB廣告的遊戲 木業風暴 主打什麼MNO大作 目前也在預約中 但這款也是妥妥來自中國的盜版 標榜是什麼 官方正版授權 自己當官方然後授權自己是吧 真的是超級有理 四處有名了 最後再加碼一款 救急忍者 當然這也是款盜版遊戲 厲害的是居然還可以換語系 真的非常懂國際化 然後這遊戲的畫面居然還比第一款好 不過不得不說 有這本事不好好走正路 為什麼又要學騰訊 而這些遊戲的原型 多少都是借鑑 2018年上架的 活影忍者Online 忍者新世代 這款確實是來自正版 萬代男夢宮授權 由騰訊旗下的 魔方工作室群開發而成 不過看到是騰訊被抄 只能說是活該了 畢竟當年是怎麼靠借鑑起家 然後又用各種手段來打擊同行 老玩家都是看在眼裡的 雖然是沒有比最近的3DN事件 讓人感到噁心就是 而看了一下目前的財報 騰訊現階段 除了王者柔耀跟其他競技類遊戲 原創的字眼都不怎麼樣 老實說賺那麼多錢 不認真做內容遊戲 總想繼續搞流量跟Punch行銷 難怪離新世代越來越遠 結論 遇待王冠必成其中 之前講過了 看到這類盜版遊戲 就是直接反手檢舉就好 你為它消費的每一分錢 都是在對正版IP的褻獨 也別指望哪天它無預警消失 你能獲得什麼賠償 有一說一 雖然大多數的IP正版手遊的課金量 都讓人眩退 但人家好歹也是實打實買官方正版授權的 這種直接盜用別人IP來賺錢的 真的是比垃圾還不如 接著是7月份的頻道手遊 營收月報 本次做了一些調整 刪掉一些沒意義的廠商資訊 營收過爛的就不列上榜了 好 好 全部人中TION的 双方便 很棒 我很棒 我就可以伤心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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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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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幾款讓你驚喜台灣的超能力呢? 但僅僅在遊戲中被騙客就算了 也千萬別相信去柬埔寨能讓你致富 小心一去不凡成為別人的一部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